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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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OSHND Whereas the 老爷 老爷 这事搞大了 你慌什么 灾民抢劫巡抚的淫故 当然是由浙江巡抚向两江总督向朝廷禀报 你待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写 写奏者禀报 好 我马上去 马上去写 学校 林抢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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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写的 快快快快 陈克老虎上 真棒的 你干给我抢 bad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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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别心灵气 动摇 动摇 吃吧 慢慢吃 别抢 别抢 就是你啊 真是好人 给我 给我 吃吧 吃吧 为什么不做朝廷 当大官呢 这么多人不把他老爷 吃穷了嘛 吃吧 吃吧 老爷说了 点位皇才也要救你们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把这些都去当了 能当多少就当多少 老爷 这怎么使得 这么多灾民 不能让他们饿肚子 再说 十天半个月的他们还走不了 这都是朝廷官府的事啊 官员不正宅 你去管他干嘛 我让你当 你就去当 是 关照阿新 准备马车 我到杭州去见两江总督李卫大人 是 大家不要急 大厨房里还在烧呢 吃过饭呢 在这里休息 没吃过饭呢 等一等 忍一忍 我到杭州 我到杭州 快去备马 老爷要到杭州去 不然的话 到杭州啊 就晚了 快去准备 川家爸淹水了 马上可能过不去 你找几年轻力壮的 费也要把老爷背过去 陈老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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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兄弟住在那关于胡萨 乡亲们请起 谢谢陈老爷 我陈元龙在朝廷为官几十年 大人处理过无数的政事 没想到 飞到故里 封千江决堤 家乡蒙难 陈元龙愧对乡亲们 愧对乡亲们 大人才是大青天 大人是青天大老爷 让开 让开 给我搜 给我搜 住手 住手 放 葛老大人 我想想 这是什么地方 小的妹是奉了巡抚大人的命来搜查他们的 与陈府无关 搜 搜 继续搜 奴才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陈元龙 是陈元龙 革老虎 即使奉了浙江巡抚的命令来搜查 理由呢 说出来 大家听听 就是 为什么要搜我们 别吵 安静点 安静 为什么要搜查我们 别吵 洪水进来 在哪里用你一两个事 别吵 这儿就知道 为什么要搜我们 吵什么 你先听过 是 告诉你们 昨天夜里有人抢了浙江巡抚的府库 几十万两银子就这么没了 这些银子是干什么的 都是用来修筑堤坝的 葛老大人 这还不算是一个很大的理由吗 走 慢 走 很大的理由 庄有工大人 有什么证据说灾民抢了酷银 你们有证明吗 你们有证明吗 老百姓 这不是明摆的事情吗 你们这些灾民 灾民 有难了 没饭吃了 房子咽了 非常需要银子 于是就来抢了银子 笑话 既然灾民抢了几十万两银子 又何必到这儿来逃口苦犯呢 到底是灾民傻 还是你们庄大人傻呀 大事儿笑气 笑什么 笑什么 什么呀 对 对 开屋了 就是他们清兵了 对 开屋了 你们想到本 反个样子给我看看 走 走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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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罪 破罪 我们管了 我们管了 放了他们 天大的是老夫一人承担 到极了 到底是阁老大人 你竟然能让人敲破堂鼓 博烧衙门 自然也有这个胆量让人去抢虎库 真是爱迷如子 爱到连朝廷的法规都不顾的地步了 好 大总 我们老爷要的就是你 听你这么一讲 老夫是毛色顿开 那就乖乖跟我走吧 王子 康熙任皇帝有旨在此 不得骚扰臣服 行 这是几朝几代的事 我等被备 只知道有勋服老爷 不知道有任皇帝 现在谁给我银子 我就听谁的 有奶便是什么 来人呢 走 给我带走 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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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打了 我求求你们 不要打 不要打了 我求求你们 不要再打了 隔岛大人跪下了 不要打了 你们见到了吗 葛老大人已经跪下了 不要再打了 不要打了 陈哥 待会你把受伤的人抬到后方去上药 另外到街上再请郎众来看看 是 老爷 葛老大人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像当年你在朝堂 你喝来喝去 叫谁来就来 要抓谁就抓谁 要谁脑袋搬家 他就不敢留在脖子上 今天有人来抓你了 你这心里是不是也不好受 不许你这样对老大人说话 这是哪跟哪 我告诉你 有话上大堂说去 是不是 葛老大人 老大人当了一辈子大官 我就不相信连自己的辩护词都不会说了吧 老夫 老夫 老了 不中用了 你们真是后生可畏 长忙夸奖 不知天高地厚 也不知明哲保身 什么 娃娃 老夫是替你担心的 你今天气色不好 当心大祸临头 葛老大人 你别吓唬我 我看您的气色更不行了 大祸就在你眼皮底下 你还装什么算呢 来人呢 来人 给我靠起来 满 马王 你今天这么一靠 你们庄大人的脑袋就给靠走了 什么 你把老夫一靠 你们庄大人的脑袋就搬家 我们庄大人的后台是太后老佛爷 你知道吗 给我锁起来 是 李大人 放下 放下 老爷 老爷 夫人 你怎么急了 过去老爷经常告别人 今天来靠靠自己 这味道还不好受了 你 有什么时候 你还没一句正经话 有正经话 夫人 你给我好好养病 不急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 我知道 知道 我就是担心你的身子 怕你熬不住 怎么会 夫人 天是青天 能够我冤死在牢里 那会儿 你从京城逃出来的 咱们就怎么逃出浙江寻死大牢 再说 到时候庄大人求我出狱 我还不愿意出呢 你呀 你呀 我还想回来给你再生儿子 陈刚 在 把兔房的银两都拿出来 全用掉 不够 来当家产 这一件事 臣府的门口 不能饿死一个灾民 是 老爷 要是饿死一个灾民 我拿你试问 是 老爷 乡亲们 大家不要伤心 你们放开肚子吃 老夫的家是吃不尽的 再说 老夫家有二十多人在外乡做官 每人拿出两千两银子 那就够你们吃的了 但是大家记住 吃饱喝足以后 赶快回到千江江地 等潮水一退 把江地赶快修复保护家园 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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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自己的家园 老夫 拜托你们了 老夫 拜托你们了 放下 走 夫人 多保重 别忙啊 成功 怪账 走 你这是何苦 走 公子 你可回来了 公子 你总算回来了 你总算回来了 怎么了 五上替朝廷赈灾了 老爷把家当都当了 全都镇进灾民 老爷子够意思 忠诚爱民 为了当今皇上弘历用心良苦 也行 反正生不代理死不代理的 可是 当了就当了 可是这将寻服大人不欠我家老爷 说我家老爷带着灾民抢了官府的银子 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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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可是 不是那么回事情 公子 官府少了银子 卖到我们家老太爷头上了 那你瞅什么 这个老虎是泥巴做的 想捏什么样就捏什么样 捏着小狗就往往叫了 不 可是 太老爷让官府靠走了 你说什么 太老爷让官府靠走了 混账 你吃隔老虎的粮把老太爷给弄丢了 你们竟然敢让浙江巡抚在太祟爷头上动土 这不关我的事 是老太爷自己要靠上的 对 没错 是我们做证 不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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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什么 太老爷说 这么一靠 把庄务武功的头给靠没了 一个庄务武功 这就是官逼民反 民不得不反 乡亲们 我老爹这一生 有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 没有 大人大德 我们怎么回话 好 乡亲们 当年我老爹辞官回乡的时候 康熙爷念及我老爹功绩显赫 德高望重 曾经下至江南各官府衙门 不得以任何借口骚扰臣府 今儿个 他庄有功借着他在浙江巡抚的投降 胆大妄为 竟敢违抗康熙爷仁皇帝的圣旨 到我这阁老府押走了大清朝的两朝元老 他庄有功犯了法 他庄有功犯了法 乡亲们 敢不敢跟我这陈邦国 一起杀进浙江巡抚 救出你们的恩人 我老爹 只要东西带逃 我就杀进去 好 今儿个 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先杀入浙江巡抚 再闯两江总东坡 把庄有功的夫人 你太太 谁爱抢 这就给我抢了 天助我也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死 什么 怕了 怕什么 告诉你们 就连皇上到了陈府 也要喊我娘 干娘 干皇额娘 还怕吗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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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嘛 这天塌下来 有我陈哥老府门前的那几根棋杆撑着 放心 压不着你们 陈哥子你挑头吧 我们跟你干了 好 都是好样的 我们闹翻江南半边天 让皇上和老伙爷到这看一场好戏 好 好 阿星 要 把府里的武器库给我打开 全给我打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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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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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丢 没丢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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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啊 你过来 娘 你怎么来了 你回去 老妈 你怎么能出衙门呢 你们别管了 老管家 赶马车 别让我怕临着啊 你们别管了 放心吧 妈 不然 不然 杀什么招 杀什么招 不招 今天不发钱给你们 多打 我抓起来 快 杀 快来啊 我抢了他姨太太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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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交给你和我 你说你 可这都是陈哥老的小公子逼灾民造反 背着请示大人是否要调兵镇压 镇压 要镇压 你有的是兵 你干嘛要来请示我 我说装远工 你说说看 你把这江浙一带都搞成什么样子了 我 我说你装有工 我以前怎么看你都像一只看门的哈巴狗 可是本总督今天瞅你就像一只老狐狸 你知道吗 大人 他们把背着的姨太太都给抢走了 姨太太 你的夫人呢 怎么没把夫人给抢走 你把夫人藏哪去了 庄有工 你别给我玩这招 我告诉你 你蒙得过陈邦国 绝对蒙不过我李渭 你一蹶屁股 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姨太太给抢走了 多好 你把姨太太给抢走了 你有的是钱 你可以多取几方姨太太 是不是 说 是不是 这 这 李 老大 打开 快点 打开 老爹 走 走 走 老爹 儿子接您回去 聂子 老爹 儿子接您回去 给我滚出去 老爹 怎么了 而接您回去都不行 身为官宦子弟 一犯再犯 不知王法如山 威严不可侵犯 这儿子倒不明白了 他们把您关起来 他们倒成了王法 我心甘情愿到这儿来的 这为了维护朝廷的王法 愚蠢 真愚蠢 你中了庄有功的圈套了 儿子不蠢 蠢什么呢 儿子想让朝廷知道 这些平民百姓是不能欺负的 儿子想试一试 当亲皇上敢不敢示意这些贪官无力 试一试 他是不是一个好皇上 再说 这也不是您一直想试试的吗 是吧 用得着试吗 老子自献领语吧 他就不愚蠢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怎么就这么忠于朝廷呢 大清朝给了您什么了 你 一生苦心经营 到头来把家产都要典当出去了 两朝元老八面威风 说官就让人家给关了 料靠加身 这不 古洛平阳 不容猫吗 混账 再说了 您八旬老翁 不去毒掉寒江雪 悠哉悠哉的 还要关这儿喂臭臭 老爹 您这不是有点愚忠吗 老不忠的是大清江山 护的是黎明百姓 不容于利 不恐于非 见势不屈 见危不处 用得找你来教训我吗 臣子三代子孙 为官者数以百计 清正刚直 清正为民 得益于四海者逼比皆是 唯独你不学无术 于而自专的 放荡自缚 毁坏祖宗的名声 你这个孙子 我一看到你就觉得对不起人皇帝康熙爷 老爹 您也别太过自责了 何苦来呢 胡说八道 今日害您灾民造反 冲击衙门 冲击大牢 你让皇上怎么处置 若是看在老夫臣氏功名的份上 饶了赦免了 天下各地 人人都可以冲击大牢 冲击官府 国家还像个国家 江山还像江山 军还像军 臣还像臣 民还像民 你要是自认为是我陈元龙的儿子 是我陈家的后代子孙 你给我自备求车 到两江总督府去投案自首 去找两江总督李卫李大人 老爹 您怎么老想了这皇上的事 不惦记您这个儿子的事情 儿子请让您出头 朕必一挥山河洞 天下豪杰奇响应 半壁江山风烟四起 怎么的 也得把马人赶出关去 您信不信 老爹 您应该信 这才无愧于您 无愧于一生 对得起汉家江山 汉家民 老爹 你们说是不是 是 就是 怎么 你想当一个汉家的皇帝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给我滚出去 把他拉出去 我陈元龙没有你这个儿子 滚 滚 我怎么好心没好抱呢 滚 我跟我弟说 老爹 他们要敢对您怎么样 您放心 我还有三万人马呢 你给我滚 滚 走吧 咱们走了 天忆 老夫何苦操这么多心 这些东西 老夫何苦操这么多心 这些东西 都是上天决定的 大人 要不你逃走吧 放屁 把老门锁上 锁上 好 这喝有酒喝就好了 这酒是老夫的老朋友 也帮老夫度过了不少难 老头 老李有酒吗 有 我这就去给你拿 什么 没带银子 等老夫出牢之后加倍还你 大人 您瞧不起我不是 拿什么下酒 现在发大水 有的是鱼 也好 来挑鱼 再来点什么 牛肉 咬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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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来一盘红烧猪肉 炖烂点 好 猪肉也好 猪肉也好 我听说吃这个红烧猪肉 人就会变得很聪明 哥老 您是不是吃了这个红烧猪肉以后就变得这么聪明了 吃猪肉未必聪明 倒是多生了几个儿子 去吧 去吧 好好好 酒 董家 乖 我走 知道 什么 咬不痛 走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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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寻访江南的美女 这是皇上 见了江南的美丽姑娘 能不懂学 这也说不准 听说 陈哥老被关进巡抚大牢了 是吧 他公子陈邦国率灾民冲进巡抚衙门 对 把庄与公子一太子都抢走了 真的 这我倒不知道 不知皇上来了 怎么处置臣府 没听说 我当今的皇上是臣哥的儿子 有这事 你别对我 快慢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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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江甫府去 你拨下去没有 来不及拨 害您就出事了 绍兴府上瑜一代也出事了 拨还是要拨的 镇计栽明 修复堂坝 江堤 都是要花钱的 嘉兴府绍兴府 他们都把钱弄到哪去了 要到我浙江巡府府库来调银子 这可是皇上的旨意 本总督不是已经下文告诉你们了吗 说实话 我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 我就不信 浙江巡府衙蜀凑不齐这么一点银子 皇上 不是南下了吗 要行工了 坏了 我说你这事 你怎么就 没请示李大人是不是 我这也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尤其是老佛爷亲自来江南 你两江总督府可以不操心 我浙江巡府衙蜀就不能不操心 你我那天离开京都的时候 皇上召我们俩去御书房 都怎么说的 大人 你已经给被指唠叨过来 好 就算本总督饶舌头 我再给你唠叨这么几遍 你看 行不行了 皇上吩咐我俩到御书房 这皇上说 这皇上说 这皇上怎么说的 对了 皇上说浙江还有一条钱塘江 八月大潮水势凶猛 一旦决堤 淹没的可是我们大清朝的鱼米之乡 今日朕召二位来 要的就是浙江平安 朕就拜托你们了 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皇上是拜托我们俩的 可是如今出了这么大的灾情 你说我们怎么向皇上也交代 这是天灾 谁 谁挡得住 你 我 可没少到江平安市查过 银子不是也花了吗 狂风暴雨 加着八月十六大潮 谁挡得住 挡了 还不知要死多少人 是 是这么一个理 是非常有道理 可是 可是你说皇上也 他能信你这个理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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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一定是来找云娘的 与其你来找云娘 还不如云娘去找你 皇上驾到 陈礼卫 庄佑公 叩见皇上 臣等又护圣于龙恩恳请和尚从众处志 平身吧 滑听说话 不能说话 要是 咱们别说话 不说话 他还没想到 你这儿 就说话 不说话 你不想到 你这儿 就说话 她就说话 这儿 你这儿 还没想到 你让太后老佛爷住那儿 臣得知皇上和老佛爷南下 臣已经把他修起一遍 这可是个好地方 前湖后湖夹翼山水光山色香灰影 皇上和太后老佛爷 还有皇后娘娘一定会喜欢的 老爷 太湯了,给朕弄壶凉茶就行了 快去,凉壶凉茶 是 朕自己来,跟朕说一说 少兴府和嘉兴府两岸的灾情 启禀皇上,据少兴府嘉兴府的领报 潜唐江两岸已经有168处决堤 受灾粮田已经达到八十万部 受灾群众已经达到十五万六千口 有多少伤亡 据昨日统计 死亡人数已经达到八百九十五人 这就是八百九十五条人命啊 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 皇上 这个数字,或许是两府官员为了朝廷多拨震灾前粮 夸大灾情 一位可知啊 启禀皇上 微臣已经派人私下去查询了 既然越或者cią zaman 这一次 向 trásinci 抗赞这道 方威度谨 数百里的僵地 要躲在你们地方官的心中 是呀 巨风天启 大潮湿街 千万不能懈得 千万不能松懈呀 郑问你们 决定那天你们两位大人在哪 是不是在江朝上最危险的地方 说 臣日夜巡视在杭州府所管辖的堤坝上 故而杭州府所管辖的堤坝上只有几处绝口 几处? 庄大人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 千里降低,溃疑以雪 五处绝口 跟八处,十处,百处有什么两样? 洪水泛滥,无处不清 庄大人,你有没有去看过? 这全都去看过了 杭州府的千情两天一片汪洋 算了 你既然在江堤上,还没有去游雨中西湖 朕也就无可责怪你了 朕要浙江雅鼠掉十五万两救灾 庄大人 庄大人 你有没有直接调到浙江的各个州县去? 启禀皇上 你不认识 为臣已经督促他们下发了 没有调 臣正在调波 装上马车 在途中 朕要你浙江巡抚雅鼠掉十五万两银子救灾 庄大人你给我调了几天 这一天呢? 这 这 掉了八天 堂堂浙江雅鼠 朕只要你掉十五万两银子 而不是一百五十万两银子 你怎么掉了八天? 你是不是库腹空虚了你? 是不是用得给我突击修起孤山行功了? 说 是 你这就是致阵于不仁不义的昏君之地啊 庄大人 皇上 皇上 臣斗胆一句 朝廷波的水利专银 嘉兴府 邵兴府 他们的钱量都到哪去了? 那要问你 邵家二府是归你庄大人管的 你倒问起朕来 现在真要问的是 十五万两救灾银子是你的事情 各司其职 各究其责 有进即职 有令即行 你堂堂的浅江巡抚庄大人 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吗? 朝廷大人如此 更何况各州县官员 更是山高皇帝员 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是不是? 你浙江巡抚府衙门并不是没有银子的 是不是? 是 还是你舍不得掉出去 是不是? 是 是 不是 皇上 是 在面门抢了 为首的是陈元龙阁老大人的小公子 陈邦国 陈阁老府 缺银子花吗? 你让朕怎么信你庄大人的话? 陈以为陈府想推翻朝廷 新兵作乱 缺少军想 于是 你给朕跪下 皇上 陈元龙 乃内阁大学士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七老八十了 他要做皇上? 待明日审了陈元龙之后便知详情底细 你把陈阁老大人给支补了? 是 现在押在浙江巡府大牢 罪名是纵容包庇的 赵惠 这是他的顶带花铃 押至浙江巡府大牢戴神 皇上 齐驾 浙江巡府大牢 皇上 皇上 你还没喝茶 你喝完茶再走 皇上 你就乱咬 我到底要着你 你的爱さ 你 绝不舍 年代 engine 陈元龙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